词曲 bilun 词曲 bilun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情緣總在盤旋 在這一刻 不怕星光變朦朧 等待奇跡一定會出現 飛翔 飛翔 隨風的方向 一路上 追逐落日照耀 那輕聲音響 讓真情流淌 改變了什麼 隨你去想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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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還活著 昨晚他們就該回來了 你們看 他們快成一家子了 輕密無間 熱呼呼的 我看我們還是先回去 為什麼 如果讓你看見爺爺他們 你會更傷心的 為什麼 波爾 爺爺和天王永遠活在我們心裡 要是你現在真的看到了他們那個樣子的話 那就會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你知道嗎 我懂了 我只要心裡有他們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們就回去吧 我不是早說過了嗎 走到一半准快改變主意的 我的感覺不會錯的 老兄 是的 長官 現在撈上了風鈴二和蝶雙飛兩個 我想還有三個可能是被海水沖走了 這兩個怎麼沒被沖走 這我也說不上來 我看得出你好像心不在焉 局長 沒有 沒有 老兄 我看你有點緊張 長官 我只是在想那些屍體怎麼就沖走了 是這樣嗎 怎麼樣 打撈起來了沒有 都給沖走了 只撈到了兩個 是誰的 是大一方丈和風鈴二的 好 知道了 再見 你看見了沒有 他好像非常害怕 沒有 你為什麼要跟他匯報的這麼詳細 沒有 老兄 你怎麼這麼緊張 昨天晚上該不會又喝酒了吧 而且是鳴鼎大醉 醉 沒醉 我告訴你 要是你透露了我的那些事情的話 我一定會讓你見識見識我孟達的厲害 燕秋姐姐你看 這牛奶杯怎麼是熱的 是誰來過了 這牛奶杯 你們看 還有唇印呢 真的 看上去 像是個青少年的唇印 依我看 大概在十七八歲吧 你是怎麼會知道的 而且只有可能就是天望的唇印 你他胡說什麼呀 還要來傷我的心 不 你別聽他胡說 但又會是誰呢 亮海也不可能在我們之前到過這裡呀 我不是跟你們說了嗎 是天望啊 巴豆 請你別再這麼瞎說了好不好啊 我所以這樣說是有根據的 他以前常親我 我 巴豆 你還要 你怎麼了 哥哥 哥哥我想你 好妹妹 哥哥也想你們 我看這事你不妨跟白星王去說說 看看他有什麼好主意 不 不能讓他覺得我們一點能力都沒有 那怎麼辦 繼續撈 天望回來的事你千萬不能向外透露 一個字也不能講 知道嗎 知道了 那還用說 這是最起碼的了 我覺得連我們都不宜露面 為什麼 內心裡的東西會從表面上流露出來的呀 你說你高興吧 人家懷疑 你說你悶悶不樂吧 人家說我們做戲也會懷疑 真是這樣 你想得真周到 那是當然的 大家都做得怎麼樣 這幾天孟達沒去過白星 整天老死尸 我們可有重大突破 不知道你們敢不敢興趣 別賣關子了 你知道些什麼就快說 全在這兒了 這是什麼 你們不是拆了他的鋼琴嗎 是啊 裡面有個發暴器 可單憑這一點並不能說明什麼 現在我們沒有證據證明它有什麼用處 這東西就能證明它的用途 真不簡單 連手印都按上了 這東西 孟達他總是把白鸽倒各方面的消息告訴我 我就給他一點青菜 你看怎麼樣 很好 很精彩 我兒子立功了 對了 告訴我 你們是怎麼幹的 我們用酒猛灌他 懂嗎 他的酒量可真大 我們幾個輪著上都差點醉死了 頭兒 我好像聽你說過 你兒子是滴酒不沾的嗎 這說明他們身上是有一股現身的精神 成了 這兩個都是空的 你盯上他幹嘛 你懂什麼 這樣撈下去還有底 喂 是誰 都找到了 是真的嗎 那當然 我估計是因為你太厲害了 就連那些死鬼都怕了你 你看 你今天沒來吧 他們都來了 對 我們都打撈起來了 我有這麼厲害嗎 會 誰會生更半夜的到這兒來呢 門外是誰呀 會不會是小偷啊 我 亮海他爸 你快出來呀 我們家來賊了 我早就跟你說了 深更半夜出去沒什麼好事 你白天撈死屍 晚上想做賊 堂堂的警察局長 多好聽 別忘了 直到現在他欠你的工資還沒給你 而你卻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你到底深更半夜的出去干什麼事 有什麼機密 連我們都不可以告訴 爸 我真搞不懂 自從你當上了警察局長之後 整個人都變成什麼樣子了 是嗎 是的 你變得像個做了虧心事的賊 整天愁眉不展 提心吊膽 我問你 你到底做了什麼虧心事 還是做了對不起我的事 快說 你們能不能讓我安靜一點好不好 小姐 是誰送來的 好 我猜的肯定沒錯 她和那個臭婆娘又勾得上了 我看她這幾天的樣子很可疑 是不是像得了愛情綜合症 有點像 真的 我的命好苦 明明已經給這頭豬出賣了 卻還傻乎乎的手在她床邊 為她擔心 為她著急 你給我出來 出來 你必須跟我老實交代 是不是那個臭婆娘勾走了你這頭豬的靈魂 出來 你這臭豬 我的病好了 你的病好了 老娘的病可重 快點給我把那張紙條吐出來 媽 你別這樣 說不定你自己誤會了爸爸 放屁 還會有什麼事 她這頭豬除了錢就是四 你怎麼知道還懂什麼 媽 你當初怎麼會嫁給她的 我真搞不懂 我嫁給她 要不是她死小瞞蟬的 我會 爸爸 我剛剛病情好轉 你卻像個瘋狗一樣陷害我 來人 把她給我困起來 看我不休憫憫 讓你好好清醒 別老是像我媽似的 爸爸 你 別急火毛 我只想教訓教訓你媽 她實在黑實在太煩人了 恐怖 你爺爺是怎麼說的 什麼 他是你爸爸 你可以自己去問他 連電話都不通一個過去 你說 有你這樣當兒子的嗎 你說什麼 哪有你這麼跟父弟說話 我不想跟你說了 奶奶 你和爺爺為什麼要吵架 少孩子 我們老人只見的事情你是懂不了的 不至於吧 不就是一個理想問題嗎 尤其是我的這位老爸 他的理想就是霸占別人的地方 甚至還要霸占他人的意志 這是我們祖先的秉性 要是沒有了這些 我們雅尼人恐怕早就死光了 哪裡還會有今天這門成就 這是我們雅尼人的精神 雅尼人的精神 我覺得爺爺就不這麼認為 你爺爺 他以前比我還要霸道呢 現在只是他人老了不想動了 不死進取了而已 媽 你說我說的對不對 我們雅尼人要是沒有了這點進取心 恐怕再過幾個世紀 我們就會滅絕的 孩子 這次你爸爸提出了借助人類為我們繁衍 並從此讓我們的后代 在凡人方面的能力有所改進的建議 我 我是非常贊同的 而你爺爺根本就不願 為我們的後代著想 那非得用這種手段嗎 我們何不來個技術交流呢 我們把先進的科學技術交給人類 而他們幫助我們改善生殖能力 這不是兩全其美的好事嗎 你這個孩子真是傻套了 人家討價還價 你怎麼辦 人家騎在我們頭上怎麼辦 所以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征服人類 那也不是非得選擇人類 這樣做是不是太殘酷了 難道說讓我們去選擇豬嗎 可以 他們一窝能生好多 你 孩子 孩子為什麼要選擇人類 也是我們進行了反覆的研究而做出的決定 因為人類也是一個比較聰明的種類 可是他們身上卻又存在著許多難以克制的裂根性 這一點也正是可以被我們利用的 好了 我不想理解你們這些奇怪的想法 但是我就是看不慣 看不慣也輪不到你 你不就是為了那個天望而耿耿於懷嗎 老爸心裡清楚 他就是不死的話 你們也是水火不相容的 關於這一點老爸 我想你是永遠也不會懂的 我是看不懂你們這些年輕的東西 王爺 已經經過上百次的誓言 絕對有效 看來我得嘉講那幫科學家 你們已經想好具體的方案了嗎 想好了 王太后 你放心吧 味道不錯 我好像聞到什麼香味了 真香 讓我嘗嘗 公主 你不能喝 為什麼 這裡沒你的事 你趕快回去睡覺吧 不 這肯定跟你們陷害人類計謀有關 沒錯 這是專門給白鴿島的女人吃的營養液 裡面有我們雅尼族強壯男人的生殖細胞 你這樣做太卑鄙了吧 我是為了 我是為了 為了你們將來著想 得了吧 我才不要這樣的將來呢 是誰 你敢生氣 啊 嗯 我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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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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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 你還要 这是怎么回事 你能告诉我吗 这怎么能轻而易举的在白心上把古兽兵都杀了 这种人恐怕我们白鸽岛没有 什么 你的意思难道是我杀的 不 我真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真不知道 放屁 给你们的石像难道是假的吗 不 是真的 可那尊石像一直锁在我家的保险箱里 这我不管 这事你得负全部责任 我让你当白鸽岛的执政长官是要你看好你们的人 你必须尽快地查出凶手 否则你的下场将跟他一样 是啊 我现在真的越来越怀疑了 是吗 你还想怀疑我说的话吗 不 不 我 你什么 怎么了 原来是孟达 王爷 您 快点站起来 请坐 谢谢王爷 是 王爷 您 您 请先坐下 孟达 让你受惊了 真不好意思 不过你应该谅解 假长老也是挨了我的训斥才暴躁的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就应该坐下来冷静的来飞起一下 你说对吗 对 别害怕 我是相信你的 否则就不会让你来了 你刚才说怀疑什么 能不能说明白点 我 爽 快点 别黏黏糊糊的 说吧 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 我怀疑彩虹夫人和天望他们俩没有死 你这么说是想把这事往死人身上吞 不 他说他们可能还没有死 你是不是在怀疑我们无能 再无能也不至于连杀个把人都不会吧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会有这个意思 你快起来吧 我问你 你的怀疑有根据吗 有点根据 那你快说吧 那天你们审判了叛徒之后 我总觉得放心不下 就和海盗王赶紧打捞尸体 具体的事我是让海盗王办的 尤其是最后一口棺材 由于疏忽 我没有坚持查看 因为海盗王已经钉上了盖子 当时怕麻烦也就相信了他 可是今天让我对此产生了怀疑 我觉得天望他可能还活着 他并没有死 我觉得你应该再去看看 好的 那个天望就是没死 也绝不会有这样的本事 那彩虹夫人的手段也不见得有这么干净利落 王爷 家长老 我马上会去挨家挨户仔细的搜查 不 做事不能草率 千万不能这样兴师动众 否则我们正在安排的那个生育计划就会破产 邦达 你还是暗中使劲 密切的注意一切动向 并及时的向我汇报 你赶紧回去 带上这些东西 你必须让所有强壮的女人像喝补品一样的把它喝掉 懂吗 这件事事关重大了 你要是再干砸了的话 就不要再来见我们了 懂吗 谢谢 明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永远和时光放映